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歐 我們現在打見證眾生團圓的一刻 那這邊是打LV3 一樣帶大家用鬼滅之刃的1%大獎炭治郎來通關 那龍科幫我帶自己的武裝就可以了 童虎的話是戰鬥士的合作 主要是用來解30級盾 王關的30級這樣會比較快 好來第一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把炭治郎變身開下去 那就直接去轉他火焰地就好 欸其實你不轉也沒差啦 反正只有炭治郎一個人在打 主要就是去無視他的固定連擊 接著第二關的話是2-3盾 這邊如果你兩回合內沒有把握帶走的話 你可以補一隻副隊長炭治郎1技 補1技就好了 那這邊的話我是先直接轉 50 15 20 23 這邊的話用 火珠 OK因為火珠也是現在炭治郎的攻擊珠 好這邊把小豆子補下去 那要記得我剛說的話 你如果兩回合內沒有把握轉到23的話 記得把 這一個 開下去這樣會比較好轉一點 好那我想一下這邊的話 來 6 12 18 這邊差一顆齁 我們這樣子 OK 好這邊就直接帶走 好這一關有弱轉無效啦 所以開大豆子是沒用的齁 而且不建議開 因為第二關這邊就很麻煩 來這邊的話呢 看你要先去處理哪一隻齁 理論上我們要先處理掉全光這一隻 就是照著他123這樣來齁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去消全光 因為你消的話 他這邊剩下的又會反彈 我們這邊先處理光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官方會突然想到 這個比較白目的方式來 出在關卡裡 好這邊就一次帶走兩隻 那剩下暗的這一隻的話 就直接去轉就可以了齁 守消全暗 好 OK 這邊也直接帶走 來接著第三關 好第三關是七康齁 那這邊的話就是直接去 抓角色珠 他這邊是角色珠的紅綠燈加上七康 就是白目啊 你有轉隊的話他就會自殘齁 白目關卡這個真的是 越來越考驗觀眾了齁 好這邊就每回合都去做一樣的事情 那你有做到的話他就會自殘 不會打你齁 那你失敗一下就是扣血25% 好 好 七康 123 4 其實打完輪迴你就會發現這個 好像簡單很多 好 這邊就是托你5回合啦 不知道再拖什麼意思的 反正就是要你 多花5回合看看這遊戲有多麼 多麼的精緻好不好 啊這個跟過去的那個紅綠燈自殘已經不一樣了 你一定要用角色珠抓到才會有 過去的那個紅綠燈自殘是你消隊不用轉到紅綠燈也OK 但是這個是你消隊以外還要 抓到角色珠齁 好 這邊就讓他自殘走了 來 接著2血這邊的話是扶石加護 那這邊的話我是把炭戰1技打開 然後再開大豆子 那這邊的話就是看你自己要去留哪一個珠子了齁 反正你一消開下去很高機率是大於九康啦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才對齁 比較麻煩的就是 這些扶石的加護你要留好 好 再來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的話三屬線跟光暗線齁 好啦 那這邊的話先處理三屬的好了 不過場上沒有木牆 所以我先造一個木牆出來 這邊五回合內把他們帶走 好 木牆看起來是有了 然後水火牆的話因為豆子的效果 所以OK齁 好 來 接著光暗牆的話就把炭治郎1技打開 然後我們去把整個珠子都撸一遍 然後去 疊光暗 呃 消光暗啦 然後疊其他珠子齁 好 OK 來 接著就是最後中間這隻了齁 我剛剛好像沒有疊很好 不過沒關係 有帶走就好了 這個是重點齁 喔 我停在血域地形上面 好 那這邊就是我的最後一回合 變身開下去 不管了 好啦 正常來講也是這一關變身沒錯啦 就是你處理掉那個之後齁 處理掉光暗牆之後 你就可以把變身開下去了 好 這邊帶走 好 來 接著王130級盾 好 那這邊就是把銅虎開下去 這邊不能消水跟星齁 欸 如果我還是很害怕 銅虎炸下去之後水星太多 你就先用義勇去擋死 下一回合再慢慢想放 想辦法就好了 好 那我這邊先去疊水跟星 好 那這邊就是讓他打30下 好 之後慢慢收掉 從義勇開始就打出去了吧 對 沒錯齁 好 這邊王1就直接帶走 好 接著王2是滿版盾 這邊 好啦 這邊就是最無恥的好不好 來 把豆子關掉 然後把炭治郎這個一消打開 然後我們去轉到紅綠燈 OK 這樣子的話就直接 滿版了齁 然後加上炭治郎會持續一消水火 好啦 這邊的話就是 鬼滅之刃通關LV3劇本 來給大家做參考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喔 那最後再稍微補充一下啦 因為我知道一定很多人沒有同虎嘛 即便聖鬥士已經復刻 那時候已經叫大家刷 一定還是會有人沒有刷 可以替代的 有誰 科學少女好不好 去那個 遺跡特許打個科學少女回來 應該是可以 反正主要就是王一的時候 不能消水星 然後你要一邊去打到30下 那科學少女算是 蠻實用的啦 可以加減參考看看喔 好啦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